最後到part c 問大家px等於0 是有兩個irrational root 有兩個毛利根的 你同不同意 我們可以consider px可以比x-5整除 所以可以用短除法 寫2-15-29-20 然後這裡填5 照抄回 加了它就是-5 打斜就成了它 然後這個加起來 這個20 最後餘數是0 所以我們可以寫下 px 等於x-5 再乘以2x 2次-5x 加4 所以可以formula 0 1後面的東西 2-54 你會出到是math error 因為後面的delta應該是小過0 所以問題來了 一個delta小過0的數 它是不是毛利根呢 就是irrational root 答案是不是的 我們會寫下 由於x-5等於0 or 2x2次-5x加4 是等於0 大家要留意 你解決了math error 其實原因是因為delta小過0 delta小過0 那就是毛利根 不是的 這個小過0是no real root 所以是no real root 你要記住 你要是一個有理還是無理 的前提是你要是實根 你連實根都不是 你是不能討論 它是有理還是無理 這個是real 左邊那個 所以是disagree 就是這樣 做完第14題了